來看到臺美戰力 不只國防部有秘密武器 與此同時 美國也在南海航艦聯合演習 我們就先來看到國防部 秘密建構 增程武力 要求中科院要提升國造飛彈的射程 像是雷霆兩千多款火箭 萬箭彈 以及熊二一巡翼飛彈 都研發了增程型 希望可以有效嚇阻中國的挑釁 IDF戰機從空軍臺南基地緊急升空 模擬攔截中共軍機 開工第一天 國防部在臉書發布最新影片 強調國軍始終堅守崗位 站在第一線 確保國家安全 但中國始終不放棄武力犯台 加上近年武力大幅提升 傳出我方國防部要求中科院 對國造飛彈系統進行增程研發 像是雷霆兩千多款火箭增程型 射程從四十五公里增加到三百公里 可掛載在IDF戰機的萬箭彈 從兩百公里射程 被增為四百公里 雄二一巡逆飛彈增程型 則從六百公里射程提升到一千公里 另外也從未曝光的雲峰飛彈 射程兩千公里 以及正在研發射程一千公里的 幾封地對地飛彈 不論是國防部或中科院來做各方面有助於提升臺灣嚇阻能力的這個做法 我們基本上都應該加以支持跟肯定 所以我想具體的這個項目內容不予評論 但是對於整個提升臺灣國防武力這一塊 尤其在嚇阻能力這一塊 應該是我們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目標 去年美國對臺軍售的海馬斯多管火箭 暗置於插飛彈系統以及防區外增程公路型飛彈等武器 未來也將陸續運到臺灣 讓國軍能有效建構重層嚇阻的戰力 使共軍不敢在臺海侵起戰端 華視新聞 影機關火招生 翁清晃 開別報導